去德国世界报网站3月31日报道 退役上校和军事战略家格伦格兰特称 乌克兰军队有六大缺点 报道称 俄罗斯军队的缺点众所周知 而人们对乌克兰军队却值之甚少 现在一位内行对此进行了评估 格伦格兰特曾在英军服役37年 自2010年以来一直生活在乌克兰 他曾与2014年担任乌克兰国防部长的顾问 现在是乌克兰未来事务研究所的工作人员 格兰特与乌克兰普通士兵和指挥官进行了无数次交谈 这位军事专家在乌克兰的欧洲广场运动新闻网站上写道 乌克兰军队目前出色的战斗力 主要源于乌克兰人的性格和勇气 而非良好的管理和组织能力 或通过持续训练以及在行动中学到的能力 报道称 这位军事专家在网站上写道 如果战争持续更久的话 大部分乌克兰军人将难以应付当前的战争 他说到目前为止 由于存在不少缺陷 造成许多士兵不必要的死亡 以下是格兰特对乌克兰军队的主要批评 乌克兰军队许多指挥官 仍在坚持苏联时期的旧规则 他们依赖官僚主义和条条框框 而不是承担责任 此外 在经历了过去几个月严重的人员伤亡后 乌克兰军队中几周前还是平民的人越来越多 他们中的一些人作为职员或企业家非常成功 这些新兵往往很难理解僵化的军事指挥结构 格兰特写道 一级指挥官 我是老板 你是笨蛋的态度 让他们很不适应 每支部队都必须知道自己应该在哪个地区行动 不同部队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在同一地区行动 格兰特说 双旦即时 我和一名乌军成员聊天 他告诉我 他的部队曾两次朝乌克兰特种部队开枪 还差一点向另一支乌克兰部队开火 情报部门 特种部队或安全部门 与普通部队一起在同一地区行动的情况已在出现 而且没有相互协调 甚至没有相互通报 这在战斗中 有时会导致混乱局面和不必要的伤亡 根据格兰特的说法 乌军缺乏一支军队的理念 即所有官兵都能感受到彼此间的团结 然而 乌军内部的许多部门各行其事 在最坏情况下甚至相互对抗 陆军在许多方面被当作二等兵对待 这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格兰特说 存在着一种有组织的傲慢 军中的某些部队被认为高人一等 其后果是 有了这种态度 人们可能就会让士兵和志愿者去送死 因为这个系统对他们不够重视 没有帮助他们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 按照北约模式 必须进行集体训练 最好是在大的军事单位框架下进行 如一个营 一个旅 或一个师 控制权不应集中 而应下放 并且尽可能下放到最低层级 个人作战纪律 战术行为 地雷识别 火力支援和通信程序 也应该得到训练 如果不这样做 新坦克就达不到最优使用效果 甚至可能被浪费掉 格兰特表示 总体而言 步兵的训练水平很差 他们的受训程度 甚至部署基辅的地铁司机或教师 他指出 目前的训练是混合了苏联方式 北约体系和即兴发挥的混乱体 乌格兰军队内部的许多规章制度 仍基于苏联风格 简而言之 规则太多 自上而下的命令 经常迟迟到不了现场 而是深陷决策系统的泥潭 格兰特举了一个2月份的具体例子 乌格兰在国外购买了一批急需的无人机 但这些无人机在四个多星期后才被送打战场 因为必须获得国防部的签字 格兰特说 这种延迟意味着 士兵会因无人机没有到位而死亡 乌格兰国内的军备生产 也因为过多的官僚主义而受到阻碍 卫生员和医生对伤员的护理存在严重不足 格兰特写道 缺乏能在战场上提供急救的士兵 这是犯罪 不仅医疗培训不足 还缺乏注入静脉止血带等物资 不仅医疗培不足